欢迎来到小韩书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 番外之消停 第五十一集 深行六 挂断视频后来到承霄的房间 他没有关门 顾南亭敲门引起他的注意 问 你刚刚找什么 找到了 就这个 大头笔承霄拿起床头柜上的笔 他打完电话 那他就又可以到客厅去了 拿起笔 承霄从床上下来 越过顾南亭走在前头 到客厅电视墙挂着的航线图上 补上他上星期心扉的一条航线 之前都忘了画上 站在他身后 顾南亭很想问了 关于他的那两张航线图 去哪了 开口之前还是决定不问了 万一人家说扔掉了 那多尴尬 航线不断新增 人要向前看 别欲言又止地站在人身后 你想说什么 画好了图 承霄转过身来面对他 也是转过来之后才发现 他们之间的空间这么小 退小半步后背贴上墙 承霄也不知道自己在害羞什么 之前低贡人家的时候 不是挺勇敢的吗 顾南亭抬起手到了他的耳边 下意识地往反方向 闪躲了两寸的距离 而对方只是从他耳侧伸了过去 顺着他手边的方向 余光看到顾南亭轻点在路中 深城的航线上 跨过两个省份 停在了深城的位置 这张图可以送给我吗 他问 怎么顾教员检查作业啊 嗯 看看我最喜欢的学员往前飞了多远 我好努力追上 承霄从另一边离开了这个局促的距离 最后也没说送不送 第三天 也是顾南亭在深航的最后一天 提早了15分钟出门 回深航饭堂吃早餐 承霄一早就被安监部夺命连环扣 出于对行车安全地考虑他 决定让顾南亭来开车 在深航的第三天 顾南亭的工作安排只有半天 下午 吴浩想放承霄早点走 被他拒绝了 工作不能落下 况且顾南亭不是也还要留个周末吗 人家恨不得天天去谈恋爱 你倒好 顾部长难得来一次 你还非要在办公室耗着 这工作下周也来得及 早点做完早安心嘛 我下周得飞了 承霄面对显示屏 头也不抬 被顾南亭整得停飞了一周 下周说什么也要出去放放风 也对 以下周有一趟陆周无耗 抓住了另一个重点 被戳中了一半的小心思 他确实是想在飞陆周的时候 偷点时间出去 承霄抬头 不好反驳什么的同时 又想反驳点什么 嗨 吴部长 我们没有再谈恋爱 吴浩没听出 承霄这只是一句 吐槽式的聊胜于吴的解释 反而想到 之前跟顾南亭提过的 关于他职业发展的问题 以及他打听到的 关于承霄离职陆航的原因 几个方向结合起来 吴浩自认为猜到了承霄一直想隐瞒关系的原因 他是陆航救人 男朋友也在陆航 有跳槽能力 也有跳槽风险 客观来说 在深行并非一个很好的培养对象 承霄该不会是在担心 自己会被深行头衔置散吧 承霄 我明白你有顾虑 但是你担心的事不会发生 我们深行对待人才 不会像他们陆航那样 多多少少知道了陆航之前对待女飞的态度 吴浩很是不屑 承霄确实没有想到吴浩想到的 两个不在同一频道上的人进行着个说个的对话 啊 什么意思 你一天在深行 一天都是我们重点培养的管理后备干部 顾部长也跟我明确表过态 他会尊重你的选择 吴浩这话让承霄想起了两年前他离职时的场景 那时候很有可能成为副总的江涛对女飞有偏见 他看不到自己在陆航的发展前景 过难停的退避也让他没有了坚持的理由 离职虽说有憋着一股气 但至今看的依旧是当时最佳的选择 当时很多人挽留他 有分析利弊的 有主打感情的 也有支持他离职的 有愤愤不平的 有鼓励激励的 还记得交还工作证的时候 宋宋哭得好像他自己离职一样 夏至和其他朋友也是同样的不舍 陆舟只有一家基地航空公司 离开陆航 意味着离开陆舟 当时很多人找他谈过话 但并不包括顾南亭 他没有挽留他 他在他办公室递出辞职信的时候 顾南亭沉默了很久 沉默到承霄都想骂人了 在承霄掺杂其他情感的话语出口之前 顾南亭终于开了口 他跟他确认了三遍 这是否是最终选择 他还问了一遍 是否相信他未来可以改变女飞被动的局面 前面的三遍确认承霄回答了 最后一个问题他回答的是 顾部长 我始终相信你有能力有报复实现理想 也期待看到陆航的飞行安全和人才培养走上新的台阶 但是现在我尽力了 无论是对陆航对江涛 还是对顾南亭 最后顾南亭收下辞职信 表您会尽最大努力为他争取最少赔偿 帮他写推荐信到有行 还有客观公正地填写他的离职原因 意思大概就是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送他体面地离开 顾南亭大概也认为 那是那个时候最好的选择了吧 当时因为难过 听着可笑的话语 承霄冷静下来也渐渐明白 那确实是在副部长位置上的顾南亭 能够为他做的全部努力了 后来送送借给他周转的那笔钱 他也猜到其实是谁的 那笔钱帮他避免了 要么跟家里开口 要么卖房的两难局面 当时这么生气 那么绝强 现在想起来怎么还有点感动呢 陆航从前年起重新招收女飞 安全手册成为行业标杆 顾南亭也坐到了部长的位置上 他的理想在一个个实现 扣扣扣 看他在发单 吴浩枪了三下半公桌的背板 坐下保证 承霄 你可以安心留在这里 当然如果日后有更现实的需要 我也支持你回到陆航 我虽然看不惯陆航以前的作风 但顾部长这个人 我相信他可以 顾南亭是陆航最年轻的部长级 他的成就在业内都是拔尖的 吴浩论资历论年龄 都可以做顾南亭的老师 他的一句认可 已经是很大的夸赞 承霄突然还有那么点骄傲 为他骄傲 吴部长 顾南亭还说什么了 他说 你愿意再深行 那他就多飞几趟深程 哎哎呀吴部长 我不会走的 不过他下次再来 吴部长是不是可以给我报销 这次也可以 是你们两个非不要 送走吴浩 承霄又坐下来 掏出手机 点开最近聊天对话框 承霄认为 人活一辈子 其实就是活几个瞬间 现在这个瞬间 他想见他 顾南亭去哪了 刚刚前面吴浩在跟他交代工作 承霄看到顾南亭 跟他隔壁的行政小妹 说了两句 然后就出了门 萧姐 顾部长说他去旁听 陈机长的教学课 等你一起下班 哦 行吧 陈机长的课就不打扰了 反正自己也不只是 这一个瞬间的冲动 行政小妹在隔壁位置上 听了个全程 按捺不住八卦的心 想要确认一遍 萧姐 原来顾部长是你男朋友啊 怪不得 承霄之前 可以晾着人在办公室等 又一直直呼齐宁的 承霄扭过头 斟酌言辞 最后说 反正就是你听到的那样 那么多了 看这个就好了 对 这就是你本事的 在这边 那你听到的那样 对